大家好,今天人民币大涨,人民币现在已经突破7了,已经进入60代了 另外,中国的股市现在也是连续三天上涨,非常强劲 周四26号,两位知勤士称,作为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计划今年发行价值2万亿元人民币,约2844.3亿美元的特别主权债券 此举将进一步加大应对强劲通货紧缩压力和经济增长放缓的一系列措施力度 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称,中国计划今年发行2万亿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 该计划的一部分是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人民币特别主权债务 主要是为了刺激消费,以应对对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屡蹒跚的担忧 财政部专项债券募集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将用于增加对消费品 以旧换新大型商用设备更新的补贴 这笔收益还将用于向所有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 第一个孩子除外提供每个月约800元人民币,约114美元的津贴 就是未来你家里有二孩,第二胎,将给你发800人币,每个月都发 中国孩子计划通过单独发行特别主权债务筹集另外1万亿人民币 并计划利用所得款项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 中国大部分财政刺激措施仍用于投资,但回报正在减少 而这些支出已使地方政府背负了约13万亿元的债务 中国的家庭支出不到GDP40%,比全球平息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 消息人士说,部分财政支出措施可能最早于本周公布 由于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代表政府处理媒体学问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财政部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 中国周四承诺实现2024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 并阻止房地产下滑 国家将用好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支持政府投资,保障必要财政支出 计划中的财政扩张政策是中国决策者为重振经济而做出的最新尝试 此前中国央行周二宣布超出预期的货币刺激和房地产市场支持措施 旨在通过注入流动性、降低借贷成本等关键措施恢复经济信息 这些举措提振了市场情绪 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提高了人们对政府将很快推出财政方案 来补充货币和金融措施的预期 肖世人称在高层领导的指导下财政部和多个政府部门最近几周一直在研究财政刺激措施以重振经济 除了发行特别主权债务支持消费以外 中国政府还计划分阶段加大对中小企业进入支持 例如提供就业补贴、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 周四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未来几个月出台更多的财政支持政策 用于住房和社会福利支出 现在还是不惜期待价的时候 这肯定表明北京将正在认真对待通告紧缩的问题 并在探索选择 彭博社周四报道 中国还在考虑将其向其最大的国有银行注入1万亿人民币的资本 以增加支持陷入困境经济的能力 主要方式是发行新的特别主权债券 那么今天中国股市大涨 美国方面要求立法禁止对中国投资 现在很多海外资金 因为美元降息了 美国降息 现在很多资金要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就通过像高盛 像这些投行进行投资 投资中国 结果现在高盛说电话都打爆了 那么你从现在可以看到 人币的一个暴涨拉升 也可以看到大量的财富 大量的资产 海外资产在抛美元买人币 这背后都是有逻辑的 这个情况下让美国就非常紧张 因为他担心美国好不容易把资金吸引到美国来 又回到中国去了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别特赦委员会 共和党籍的主旗 25号表示 该委员会首要任务是立法限制美国在华投资 阻止美国投资者为我们自己的灭亡提供资金 你不能把钱把美国的钱去拿到中国去投资 你不能投资中国市场 你看中国现在股市暴涨什么原因 海外资金回来了 那帮资金把美元快速的换成人民币 因为现在再不换 那未来的6点 你想啊 那奔6.5去了 那10%啊 你再想换回来 你一个亿美元 你损失多少啊 所以现在是看比时间啊 那投资中国首选 那就是中国股市了 很多资金现在进了以后 马上进入中国股市 你看中国股市现在拉的 暴力拉升啊 三天就突破 你过去很难见到这种场景啊 所以现在这个高盛的电话打爆啊 要投资中国 因为现在你在美国 你也看不到什么好投资啊 那些资产都在高位 你过去接那不等于是接盘侠吗 未来是往下走的 傻子的去 你看巴菲特 巴菲特现在把银行股全抛了 巴菲特老奸巨华 手里拿着现金 他就是不投 为什么 美国都是垃圾现在 那么 那股票那个东西都已经炒到什么 炒到天价了 再买那不是接盘了吗 低价去炒 高价就该卖了 现在美国都是高价 都是已经吹出了泡沫 谁去买泡沫啊 你看巴菲特手里拿着那么多钱 他什么都不买 美国现在就担心这些钱跑到中国去 准备立法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 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说 我们必须对 有一个对外投资制度 基本上说 不要投资这些某 某种名单上的企业 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国军队 我们不应该支持种族灭绝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首要用 实际上是为我们的灭绝 我们的灭亡提供资金 那2022年的芯片法案的签署 也成为法律之前 一项限制境外投资措施 被从芯片法案中删除 23年8月 民主党及总统拜登 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授权财政部禁止或限制 美国在半导体 微电子量子计算技术 某些人工智能系统 三个领域 中国实体进行投资 但实施该命令的规则 于7月份提出 尚未最终敲定 财政部没有回应 关于拟议规则的状态 约翰逊 众院议长约翰逊 他说希望在今年年底前 有所作为 从现在中国股市的暴力拉升 可以看 现在人民币的突破 突破7 也就是到了60代 这回重新回到60代 我觉得回到6.5的话 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中国现在也不需要 人民币被拉升的太快 中国央行 中国人行一定会出手 但是整体 中国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是不可以阻挡的了 因为现在从整体 中国的经济状态 中国你看 被美国 企图拉爆中国 已经拉了4年了 美国的加息加了4年 你看到中国的整体 虽然很困难 但一直顶到现在 而且中国的整个的科技 中国的科技 包括科技的突破 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方面 你看中国都有发展 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 是韧性非常强大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能在被美国暴力拉升 这种情况下 能够让经济 一直保持这样的韧性 只有中国 现在这个资金 又回到中国 未来的中国资产 你可以看到 未来是一定要向好的 那这样的话 中国的这个汇率 人民币的汇率 也一定是升值的 那么那些跑到国外的 那些资金 我觉得再也做不住了 因为现在美国买所有东西 都是贵的 你记住 现在你在美国买所有东西 你买一瓶可乐都是贵的 那东西都不值那个价 因为美国实际上 现在是泡沫时代 全部被这三年到四年的 这个暴力拉升 整个把美国的整个的 经济泡沫拉出来了 你去买什么都是贵的 那所以现在这很多资金呢 现在看来要逃离美国 重新回到发展中国家 重新回到像中国这样的市场 所以我说 未来中国和美国之间 会有场博弈 美国会限制资金投资中国 但中国 我觉得不用做太多 中国只要维持中国的货币 稳定的增长 货币稳定的增长 中国国内的政治 不出现大的动荡 军事上 中国周边地区 没有大的战事 中国一定超过美国 我非常看好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中国 在最后的时刻 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经济 完全恢复以后 人民币的汇率 过去可以达到6.4或6.3 甚至达到过6.2 现在可能要破6 到5的时代 我告诉大家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分析 中国这一次 在美国已经打了那么多年 要效过去以后 美国经济开始出现 向下走 这个趋势行动下 中国这一次 经济再起来 可能人民币的汇率 要到5的时代 到5的时代 就直接跳过6了 人民币对美元到5 你那时候 你挣港币 你算是你那港币 香港人看了 挣港币的 和美元挂钩的一些经济 和美元经济挂钩的一些 全都完蛋 干不过中国 会有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人 科技 会进入中国 挣人民币 因为中国已经进入5的时代了 中国的财富在增长 我觉得这要感谢这4年 所有在中国 面对美国 整个的贸易战 扛到现在的 所有普通的中国人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美国最害怕 就是这些普通中国人 像马云那几千亿美元 美国根本就不在眼里 马云死活 对美国人无所谓 但是你们这些普通人 你们才是英雄 你们才让美国总统 寝食难安 那帮跑到海外的 那帮华人 拿着钱在美国花钱 那帮人 美国根本不把他们当人 他们对美国不会有影响 但是你们对美国很重要 你们扛到现在 你们非常伟大 我一直在想 能不能写一本书 能不能甚至拍一部电影 为这4年 中美贸易战艰苦的 咱们中国的普通人 顶住了美国的压力 如果真的有一天 人民币破5的话 那个时候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那个时候 真的可以对现在 所有的普通的中国人 我觉得所有普通人 都说一句 真的了不起 太伟大了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比那些什么首富 马云那些人强太多了 别人美国都以为 你们是韭菜 可能你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韭菜 会被收割 结果你们用你们朴实的一生 每一分每一秒 就这么简单的度过 就超过了美国 结果让美国人 为你们寝室的 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如此强大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可歌可泣 你知道你们有多不容易 这四年有多少人 过的苦日子 被美国想要拉爆中国经济 结果咱们一起熬过来了 中国没有翻 共同的努力 我觉得值得纪念 这一块值得纪念 中国超过美国那天 我觉得一定 一定一定要纪念 而且现在看美国 拿中国是一点办法没有 我这个人呢 走了这么多地方 我也看了很多历史事件 也看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 传记 我觉得我非常敬佩 毛泽东的一句话 人民创造历史 人民万岁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你想中国前几名的那几个富豪 他手里几千亿美元的资产 美国会害怕他们吗 美国会认为 他们能对美国产生威胁吗 没有 就是普通普通的一个人 再普通不过的每一个中国人 聚集在一起14亿人 让美国真的非常难受 怎么就这14亿人 就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 就不能像对付那像马云那帮富豪一样 拿个骨头就给他们诱骗走 到美国去了 拿个骨头 这帮人就像哈巴狗一样 听美国话了 怎么中国这些普通人就不 像一盘散沙一样 给中国共产党制造混乱 就不在中国国内制造动荡 让中国崩溃 内部崩溃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团结 为什么中国人 咱们就能这么稳定的发展 政治上也不需要动荡 也不像现在其他一些国家 动不动上街给你抗议 暴力游行 咱们就稳定的发展 大家都使出劲 向一个方向努力 美国觉得很神奇 没有一个 我觉得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 现在中国做到 所以普通人是最了不起的 毛泽东说那些话对 人民万岁